虽然万圣节是夕阳的节日 不过对小朋友们来说却是充满欢乐的日子 花莲市立幼儿园特别移试到远雄海洋公园 举办了海洋导弹派对 市长魏家燕更做了马力欧的装扮 会同了世代会主席李正伟还有多位市民代表 来到海洋公园和大小朋友欢度快乐的一天 万圣节前夕花莲市立幼儿园特别移试到远雄海洋公园 举办海洋导弹派对 要让孩子们体验万圣节的欢乐气氛 市长魏家燕更化身成马力欧和小朋友们同了 今天是我们市立幼儿园 举办了我们万圣节的海洋导弹活动 来到我们海洋公园 其实我们总共家长跟孩子们加起来近800多位 今天也要非常感谢远雄海洋公园 省经理也愿意用比较优惠的价格 能够让我们参与远雄海洋的一些活动 那在这边我们是又也有设计一些闯关的一些课程 那今天真的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 跟我们孩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有一些装扮 那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有一些也非常的恐怖 那也希望借此能够让孩子们体验一下 我们万圣节的这个活动 那也希望他激发一些想象 那也借此能够让更多的活动能够融入 让亲子可以更和谐 那未来我们会长期举办这样的类似亲子的一些活动 那也希望说大家 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够支持我们 花莲市民代表会也有主席李正伟带队 包括了市民代表肖明龙 林百瑞 杨哲峰 游泽林 田真琪 欧燕志等 也都亲自到场和花莲市佑的孩子们一起同欢 那非常开心 花莲市公所跟我们市佑 范林有这么有利益的活动 那我们花莲市公所跟市佑 都是长期以来 一起领域的 替我们小孩都很棒的做成 那再代表外面 我们的决定领域的来支持花莲市公 选择市佑 还有时光在这边 不用担心 花莲市佑以后的机会都靠他了 这样可以了 好 祝我们大家今天有愉快的愿意 祝福大家 园长李贝林表示 是为了让孩子可以了解节庆由来 特别在万圣节前夕举办海洋导弹派对 安排孩子走出校园 和家长一起来欢庆万圣节 除了传播节庆的欢乐气氛 也让亲子间可以更加亲密 介统会 首逢翔报道